大家好 我叫李飞 来自山西太原 今年31岁 是一名中式高级面点师 想要问清楚你结婚了吗 结婚呢 结婚了就好 我最担心你了 听说你上过很多电视剧 对 我从15岁开始就做这个面点专业 然后也在这个住了很多年 也把咱们这个中国这个面点 带到了很多电视台节目去展示 你有徒弟吗 有徒弟 你有多少徒弟 我现在平时的话 在学校里面代课 也收了十几位徒弟 十几位 才十几位 但是学生各都 我做这个面点 不光是为了要赚多少钱 我就是立志要把这个面识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就我一个目的想 就是让这些农村不上学的娃娃 让我们能跟我一样学到这样的记忆 能加来的话 自己撑起一个家庭 嗯 今天要给我们表演什么决截 今天的话给大家表演是一个面点室里面 那个记忆最深的一下 就是拉面 我今天是拉得细 很细 拉多细 可以穿针吗 您可以拭目以待 真的 你可以拭目以待 来 我们一起瞅着 来 谢谢 谢谢 好软 我来个简单的准备环节 刚才咱们展示的那个拉面是一个立面环节 就是说这个拉面拉得好不好 就看刚才那个甩面 那个甩面甩会的话 这个面的百分之七十就学会了 现在是一个拉制构成 他这个面的细度是跟这个二的按刺法在进行 你感觉你这么些年来每年都有长进吗 每年都有长进 这个时候就是给大家展示那个四的面 还有还可以更细 还可以更细 对对对 不要急 平时的话这个面就是咱们厨法里面 主制吃的一个面条的一个细度 今天我带这个面来到咱们这个菲尼木属的舞台 我再次挑战一下 就是挑战一个这个拉面的一个极限客属 一般的话就是九千多个 但是我平时的话会拿到这个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个 今天挑战一个两万多个的面条 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已经够细了 别拉断了 再来挑战一次嘛 咱们这个舞台上 别挑战砸了 有这次这个机会 我就是想把这个再展示给全国的那个面点 是全国观众 准备好掌声 多少根了呀这是 哇 这已经不行 已经比线都细了 哇 帅啊 哪位企业家想试一试 可以过来 拉一下 谁想试一试 谁还自认为自己是心灵手巧的 可以不怕出丑的可以来试一试 我想玩 我们请最大只的赵小叶 最大只 您可以过来试一下这个穿蒸 我今天把这个面给扶住 因为我特别喜欢做那个面食 我在家里自己会做饺子 嗯 好 这边我准备了两个蒸 您可以选一个来穿这个 头吧 您可以最小一根了 然后这个粘了面的话 它容易变那个 对 看着就觉得好细好细的 我们看看谁穿得快 好吧 也可以 可以比赛一下您 还没开始啊 两位先生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您可以 一 二 三 开始 开始 最多的是这个一个增压里面 我可以穿那个七根 好 当然也成功啊 最多我的一个记录 可以一个增压里面 可以穿七根 七根这样的面条 嗯 没事穿那么多干什么 这是一个挑战嘛 你要不要试一下 拉一下 来 来 你来拉一下 好 正好准备了一个 已经醒好了的面 对 晓越 别把面扔到地上啊 赵晓越 你能拉个二的四次网里 就成功了 还挺像那么回事 对 晓越拉 哇 不禁夸 继续拉 继续拉 没关系 反正不吃的 继续拉 就是我们看着很简单 但实际操作起来挺难的 过来 你自己在这儿拉 好 好 我们问问我们的 对 对 给您 后不干扰 八个儿了 别乱搅和啊 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哪个 接下来的话 我给大家展示一个面锤气球 我们还没见过这个 没玩过啊 这个面团已经先好了 然后我把它扔成一个平状 也是一个黄平状 一个窝窝头一样 对 窝窝头一样 那我现在又给大家吹这个气球 主要是借助这个肺活量 嗯 哇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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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好怕它爆炸 好怕 这面还可以这么玩 就是啊 回锈炼气球 这样的话这个面就飞起来 飞到水位感 这个很难吹吗 很难吹吗 这个非常难吹 它一个是这个 假计这个面这个揉面的手法 而且是这个用起 你捏好一个我吹 你觉得行吗 等一下 我给您展示了这个以后 我 对 他还要在这上面切东西 我要在这上面切东西 我们面点是 其实切菜是非常厉害的 主要就是这个刀要 雷住这个面这个气球 再切 如果每一刀雷不住这个气球的话 它就是空的 然后一定要把这个刀给架下去 不能太空了 好 您说了就是 谢谢 我还要挑战一下吹行吗 可以 反正它还没拉完呢 关于吹这个事情 我们要看一看了 这个吹这件事情 涂雷老师比较擅长 好 好 加油 你两个手 我 我连脸都红了 好棒 好棒 你 你 你 来 胡适风加油 哇 一吹破了 这是高手 还有弧度这个 好难 这位更难 那块这个根本就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中国 小叶 这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拉面 你自己能长这么长 你怎么就拉不长呢 我白长这个了 所以个子和智商是相反的 所以你平时在家真的做面食吗 我没拉过面 真没拉过面 没拉过 我会赶 然后切 就这个情况 你怎么跟大家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你怎么跟你丈夫道歉 你丈夫要退货了 老公 我觉得你身体好 肯定没问题 来 感谢师傅 谢谢你 谢谢你 参与 每一次见到一位高手 都可以领略一个行业的不容易 人家说十年某一件 两位师傅都是从十五 到今天的年纪都超过了十年 所以可想而知 在一个行业当中 能够爬到一个行业的顶端 要付出多少的心血 今天非常感谢您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让我们感觉到原来吃面 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